劉副主任委員 在座各位官員 各位同誠 主席 我們請 中選會劉副主委 副主委好 我請問一下 我們在這次的錢國新的大選當裡頭 總共公民有多少 公民書 公民是在一千八百萬 一千八百萬 這是歷史上最高的一次 最高的一次 那一千八百萬 那我們百分之一的話 就是全部 投票率百分之百的話 就是百分之一就十八萬 那我們這次的投票率 七十四 七十四的話 那百分之一差不多多少人 算一算 結果打八折 差不多十四萬 十四吧 十四萬 那我們這一次啊 最高得票的 是 當選最高得票 他得幾票 您說的是立法委員嗎 對對對 許許委員 就是我們本委員會的 苗栗 不知道 那個應該是苗栗 新竹 新竹縣 新竹啊 許委員 對 許委員 他得到多少票 他好像是十七萬票 十七萬票 他的這個 選舉補助金拿多少 就是十七萬 乘上三十嘛 三十嘛 就大概五百多萬 五百多萬 那這個 得票度啊 選舉也大了 所以在 像幾次 我們在本委員會 我們的支持啊 就是原住民 是希望能夠從三十 補助金三十到五十 就過年的部分嘛 三十到五十嘛 所以 當然有很多同仁啊 他是建議說 是不是把政黨的得票率啊 從 五趴 修正到一趴嘛 百分之一嘛 那百分之一喔 那就這樣算的話 喜新穎啊 他就是 他的得票數啊 就是已經誇過啊 誇過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政黨 得票率啊 他的得票率就這對 十七萬多嘛 那百分之一啊 是十四萬 差不多十四萬嘛 所以在這樣看起來齁 這個百分之一啊 我們還是要 要慎重其事啦 好像 一個候選人的得票數 都比一個 一個政黨的門檻 得票還要多啊 關於那個 數字的部分 就是那個標準的部分 我們比較沒有意見啦 大家有共識就可以啦 對啦 但是他們性質上還是 有一點差異 像 許委員他是集中在 新竹縣這個選區啦 對 那一個政黨的話 他是 他是加起來 散佈在各地啦 對 所以一個政黨得票率齁 我就說 我們大家要整個 整個來想一想 來 來思考一下 把百分之五 降為百分之一 那這個會不會門檻太低啦 這個是大家來 當然是沒有意見啦 但是的話 我們整個事情 既然列為議案 我們是不是有機會 大家來看 想一下 這個百分之五 比較合理 還是百分之三 比較合理 還是百分之一 比較合理 當然這個大家要來 來考慮這個問題 百分之五 會不會比較高 那當然是大家 公平啦 公傑嘛 那是百分之一 是甚至於一個 賀錢人的得票率 不然這個 這個險境裡頭 還有兩個人在進行 所以 百分之一 我們要慎重其事 我是給 副主委一個 你要去想一想 好不好 那至於 有關於 現在 我們今天的 這個部分條件修正裡頭 也有關於 就是 開票 全程錄影 這個 過想是蠻好的 但是 假如說 我們現在來做 有沒有什麼困難 有沒有什麼困難 那個在執行上的 可能造成的問題 會蠻多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 預見 但是呢 因為 在一個 開票所裡面 錄影 我們現在 可以想見的就是說 你那個錄影的那個 是不是一定要固定一個方向 如果要有人操作的話 那個人操作的人 要不要有一些 專業 那那個 錄影的過程裡面 如果有被人家遮到的這個部分 那會不會引起糾紛 這可能都是蠻細的問題 但是也可能都是 紛爭的來源 那我們是 我們 中全會的立場是覺得說 整個那個 投開票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有各政黨 派出來的 檢察員 那我們所有的部分呢 其實都是公開的 如果有任何不法的部分 我們是鼓勵這個檢舉 我們也希望說 以後 衝鋒告知所有的選民 他有這樣的權力去 檢舉任何的不法 或是不當的這個行為 那我們都會處理 就是有的時候 你們還會當心說 重來設的話 有的時候 也會有誤會會發生 就是說 你看看就是說 角度問題 陽光會 你會怕說有這個 這個 這個誤會 萬一發生 也是 也不一定能夠做到 大家都認為 都認為公信力是存在 第一點 第二點的話 因為他有沒有辦法嘗試 對不對 你嘗試的話 這個選舉 現在是 剩下兩個選舉 那這次選完 你又到下次選舉 還要三年 你嘗試的話 而且 這個投開票所 也不一定是 只有一次 因為你在這個地方 都會改 通常是會改 那假如說是移動的 這個也是個問題 那我看 這個 為什麼一定 投票一定要 擺在禮拜六 為什麼不能擺在禮拜天 我 這個 我們在 四月的委員會裡面 曾經爆發過說 我們其實在 87年 97年吧 做過一個民調 應該是 絕大部分的人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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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六 來投票 比這個 禮拜天 接受禮拜天的人 要多多的 差不多 將近百分之二十 所以我們是覺得說 讓 大部分的人 就是說 在他們 投票的時候覺得 這是一個 我要的日子 可能是 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另外就是禮拜六 雖然有 勞工可能需要上班的 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在選擇日子的時候 都選擇 大週末 就是勞工不必上班的 這個日子 那另外法律上 其實也有配套的措施 就是 雇主呢 在這天他 必須要准許 勞工去投票 因為那是一個 法律的規定 如果沒有 按照這樣的規定來做的話 其實是會受處罰的 實際上的案例裡面也有 我們也可以看到 勞委會對 這些雇主做處罰的 好 那再來 我就是 再用一點時間 一分鐘 就是說 養腳積留錢 獲潛人 養腳積留錢 你們將來 要去過濾這些 獲潛人 有沒有養腳積留錢 在技術上 是不是 在選錢 有辦法做到嗎 選錢 我想我們 只能說 要求 假定說這個是 大院的 通過的法的話 那我們只能說 他提出來這樣的一個 保證說 他會 提出一個 就是 同意我們 切結書 同意我們去 檢查 查核 查核這樣的一個 狀況的 這個同意書 因為 每一個國家的制度 不一樣 所以我們即便 把這樣的同意書 送出去之後呢 每一個國家的答覆的方式 也不太一樣 那他們在答覆這個時候 是根據他們國內的法律來處理的 目前 目前是還沒有要求 候選人 要出記這個同意書嗎 總統的 候選人 那個部分我們有要求 候選人必須出記一個 同意我們去查核他的 外國國籍的這樣的一個 規定 現在已經有 有 將來擴大到這個 永久距離無前 這個就是現在 就是說 永久距離無前 這個裡面能不能就是說 以後的話 就不但是國籍 同時的話 永久距離無前的話 也把它列入考慮 我們 如果是這樣子 要求 法律上要求 我們當然是這樣子執行 目前國籍的話 是法律上 互以這個要求 國籍 國籍已經 已經先 對 總統 副總統選辦法裡面的要求 好 謝謝副主委 謝謝